女人第一次来到机场 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乘坐飞机 在经过闸口时被工作人员刻意刁难 后面的男人实在听不下去 便走上来解释 不需要脱掉衣服走过来就可以 上司被搏了面子愤怒离去 正要离开时 杰克喊了他 到了飞机上安妮才发现 自己的手机忘了拿 他拜托朋友打个电话 盒子里面传来声音 两人约了明天见面归还手机的时间 因为杰克见了女生不怎么会说话 于是就在相见的当晚找了朋友陪同 他们身穿功夫走进了博物馆 美艳动人的安妮显得尤为出众 杰克一眼便看到了他 互相介绍了身边的朋友 他将手机归还 然后就要离去 没等杰克回复 他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好友不断地给予杰克信心 安妮这样挽留一定是看上他了 就在他浮想连天时 一个服务员撞了上来 酒水洒了一旁男人一身 然后他就被赶了出来 原来那个男人是这个博物馆的拥有者 安妮因为没有招待好杰克有些自责 约了他明天一起看冰球比赛 虽然有些不敢相信这么漂亮 且气质那么出众的女人会约自己 但他还是连忙点头答应 来到岗位 他将这个消息分享给了同事 因为安妮给了他两张票 平时一直看不上杰克的杰瑞 听后怎么也不相信 那样的美女会看上杰克 于是晚上他就陪着一起来了 安妮带了朋友出现 两人打了招呼就进场找位置 好友猜测 安妮一定是想把闺蜜介绍给他 本就自卑的杰克听到这些 觉得好友说得在里 而看比赛时安妮的表现 又让他犹豫起来 趁着安妮去洗手间时 他将好友也打发走了 私下与闺蜜说 女人一脸疑惑 本来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得到确认后 激动的心情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停复 赛后两人的好友都识相地离去 他们到了一处餐厅用餐 杰克的视线被一对夫妇吸引 原来是女人的衬衫忘了哪儿 衣服的缘故 他被当作了服务生 解释后回到座位 就看到有人在与安妮说话 他本想挪开凳子坐下 对面的安妮看到这一幕哭笑不得 解释杰克是与自己一起的 男人歉意地起身 然后告别离去 聊了刚才的误会 回家路上说起过往开心的事情 在凳子上畅谈对未来的规划 闺蜜担心安妮打了电话 可却被拒绝接听 最后杰克送他回了家 因为知道了安妮对自己有意 他提出来自己家做客的邀请 那时两个弟弟都会带各自的女友回家 安妮欣然答应 到了当日 父母看到安妮的到来 有些发愣 他们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儿子带回的女友 趁着安妮上洗手间 杰克来到后院通知两个弟弟 今天一定要给自己留点面子 因为平日他性格懦弱的原因 两人没少欺负他 就在他们一脸不屑的时候 安妮出现 给他个车或什么 Jesus No But thank you for asking Are you a social worker? Nope